自購的55萬劑AZ 還有35萬劑莫德納疫苗 也會在明天一起到貨 另外關於國內今天疫情確診數 有沒有持續下降 來聽指揮中心的最新說明 接下來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說明 好那我們目前工作的一個情形 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案例 那有17例 那居隔節 居隔陽性裡有9例 那居住的縣市 台北市有10例 桃園市有3例 新北市 台中市 各2例 那解隔的 百分比是85% 那境外移入的有10例 死亡個案有6例 那這邊大概一個 奔土的案例 大概也算是這段時間比較低的 那尤其在這裡面有 包含了9位居隔陽性的 換句話說 這種還需要調查這感染源的就剩8例 這是 比較好的一個情形 那不過境外移入的 相對的多 那進來境外邊境 入境的並沒有多很多 那可是在驗得出來的人相對的多 那我們會持續觀察 那當然我想是跟這段時間 各國 這個Delta 因為 因為這個變異株的關係 那相對的疫情看起來都有一些 再往上升 那我們會密切予以注意 那整體的案件數 進來確實已經都往下走 那我們大家持續的努力 然後另外 今天跟大家再報告就是有關 社區市 還有家庭脫庫 衛生福利機構 這些 這些相關的照顧的機構 我們有訂定相關的防疫指引 那逐步的恢復提供服務 那我們請我們那個助市長 長照師的助市長跟他做報告 主委官跟我們與會的這個代表 那還有媒體先生朋友大家好 那有關我們現在在討論 卻要含班的一個衛生福利機構的社區市的因應COVID-19的防疫管理指引 它主要的適用範圍是包括了我們長照的社區市的長照機構 包括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 那第二類是屬於我們原先在常務法公布之前的護理之家 還有老服機構還有生臟機構 他們附設的日間照顧服務的機構 那第三類是依據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設置的 身障的日間型的服務 包括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社區市的日間照顧 還有日間服務的機構 那第四類是有關精神復健的機構屬於日間型的 那第五類是兒少全法規範的早期療癒機構 那整個的一個指引的適用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 那接下來 第二部分是針對機構恢復服務條件的部分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報告 在目前的防疫管理指引下 因為這些單位的工作人員 基本上他都是屬於第五類的公費流感的一個 公費疫苗的一個施打對象 所以全體工作人員我們 我們在指引裡面規範 必須要疫苗施打率要達到八成 那第二就是整個的一個服務機構 他必須要完成 我們在指引裡面有一個副表 就是有一個檢核表 那這樣的檢核表有相關的項目 那服務機構必須做自我查核 那查核完之後 報給地方政府來做備查 那後續地方政府會來隨時做配合的抽查的工作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地方政府的部分 他會輔導 在依據這個指引來輔導機構 來提供相關的服務 那也可以是機構的一個狀況 來進行實地的一個查核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報告是 有關工作人員跟服務對象的部分 剛剛前面已經提到全體工作人員 他疫苗施打率要達到八成 那這個部分要提供 工作人員要提供服務跟或者是服務對象 要到這樣的一個日間單位來接受服務 他必須在接種第一劑疫苗 而且滿14天 那當然未滿18歲者不適用 那第二部分是 如果他是屬於未接種疫苗者 或者是他的接種第一劑未滿14天 那在提供服務之前 他必須要提供解隔離的證明 或者三天內的快篩陰性證明 那整個服務開始運作之後 服務後三級期間 每週不管今天是第二類型這種沒有接受疫苗 或者他還沒滿14天 三級期間他每週都要提供快篩的陰性證明 那這個部分是必須要處理用自費來做快篩 那當然這個快篩的部分 基本上居家的快篩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不得提供跟不得接受服務的樣態 有一旦是確診 或者是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那或者是抗疫苗快篩屬於陽性的 那這個都是屬於工作人員 他就不能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服務對象 他也就不能來到這樣的日間的場域來接受服務 那接下來是有關整個一個植疫裡面規範 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面 必須要有一些防疫的管理措施 還有具感染風險者 那他的一個確診 如果萬一有發生確診病例 那的一個應變處置 那有關建立防疫的機制的部分 當然不管今天是工作人員 還是接受服務的人員 他的健康監測跟異常通報 這個機制都在植疫裡面有規範 那相關的服務空間的 服務動線跟分區的空間 還有隔離空間 這個部分就是必須要在現有的機構裡面 找到一個可以比較獨自的一個隔離空間 那當然如果受限於日間照顧的空間 是比較狹小的部分 那基本上是還是必須跟活動空間有作所區隔 來作為萬一有服務對象 或者是工作人員有發生發燒 有些症狀出來的時候 可以在那邊等待送醫的過程裡面 做的一個隔離空間 那必須建立分艙分流 跟整個的每天的課程 用分組來進行活動 那用餐的機制也是 採取必須可能是分批 如果他空間不夠的話 就必須分批來用餐 那採取的也是用這個合菜 就是屬於那種套餐的方式 那如果過往他們是屬於用自助餐的方式 那就必須都要由工作人員來做分菜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整個整體的環境 每日至少要有兩次的一個環境清銷 包括每天接送長輩的這樣的一個交通接送車輛 那整個發生疑似病例的一個應變機制 24小時內機構要主動通報 那必須要在讓這個疑似病例在隔離的空間等待就醫或者是返家 那這個部分也特別提醒不得搭乘大眾的交通工具 那只要有這個這個恢復營運有任何一位人員確診的時候 機構必須要主動通知主管機關進行集體篩檢 那整個這個機構就會暫停服務14天 那機構也必須要把相關的人員要進行造冊 可能有一些接觸的不管是密集接觸的 還是不是密集接觸都要進行造冊 那並就已經知道的訊息要提供給相關人員 來請他配合相關後續的疫調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指引裡面規範的一個社區式的 適用剛剛前面提到了一些適用機構的一個指引 那對於在長照機構或者是在生權法底下 有一種服務樣態叫做家庭託戶服務 那他基本上這樣的一個運用自己家裡面 就是有關託育人員 自己家裡面的一個空間來照顧 大概1比3或1比4這樣的一個照顧服務形態 那我們評估認為這樣子 不會比較不容易造成所謂的群聚感染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也會同步 來發布這樣的一個家庭託戶 其實可以在三級警戒下 只要做到一定程度的一些防疫機制 事實上可以恢復再來提供服務 那基本上就是家庭託戶服務員 他必須要接種第一劑的疫苗 而且滿14天 那另外的防疫機制就是整個還是必須要有 本身跟他的這個服務的對象 有一個健康的監測跟異常的一個通報機制 那人員也都要佩戴口罩要保持社交的距離 那每天要至少在家庭環境要至少兩次的環境清銷 那應變機制一樣如果有發生疑似的病例 包括他的同住家人如果有疑似病例 也24小時內要通報 那在隔離的空間等待就醫跟返家 那也是一樣不得大眾交通工具 那一樣有任何一位人員 只要有確診的話 這個家托單位就必須要停止服務 然後要通知主管機關這邊來做進行的一個篩檢 那一樣要進行造冊來配合相關的疫調 那以上是 目前規劃的有關社區式的福利機構的一個防疫指引的重點說明 好 謝謝 其實機構單位很多不同類型的 那基本上都指著這個 我們長照的服務對象 跟我們生長的朋友 好 那住宿型的機構 好 那本來就一直就在維持 好 相關的防疫的基準也都進行 那指這個非住宿型的機構 好 那家庭脫固是只有在家庭裡面 好 那有老人家被 好 在家庭裡面 好 受託照顧 而不是指著我們的嬰幼兒 好 請大家把這個分清楚 嬰幼兒這是保母 好 那這是在家家庭脫固者 那基本上在高齡這邊 我們的疫苗施打的情況 都已經蠻好 再過兩天 這65歲以上的 涵蓋大部分 我們剛才說那個長照需要受照顧的年齡層 好 照顧者 基本上疫苗的施打率都很高 所以整個的設計 讓他能夠開始來運作 讓我們的長輩們 有地方可以去 那受的照顧會更好 那家庭有這個長輩的 他的照顧壓力也會稍微減輕 所以整體的設計當然就包含了 疫苗的注射 然後再配合一些 篩檢 一些檢查 那基本的戴口罩 環境的傾銷 還有機構的應變的措施 等等列到質疑裡面去 那希望能夠把 相關的照顧的機構能夠開始來 替大家做服務 那也能夠在一個比較安全的 環境來開始 那昨天打疫苗大概算是 也算這幾天算最多 我們打了24萬 應該是總共是打了 24萬2353 那算是進來打得多的 那我看 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疫苗 大規模的施打 從一開始 就很多的縣市都有個別不同的一些創意 那今天也看到北市有一個大型的 的一個施打站 那經過這段時間 大家不斷的磨合練習 那我看越來我們的疫苗的施打 應該是越來越順暢 越來越順暢 那總體來講我們大概 整個的人口的涵蓋率是17.02 17.02 那季次人口比是17.39 17.39 那我也看到有一些報導 說沒有人用這個 季次人口比 其實很多的單位 都用相關的一個 做季次人口比的 其實 不管是單位 學校 新聞電臺 報紙 新聞 都很多都是用季次人口比來 來就是說表達一個整體 疫苗的一個 施打的一個範圍 一個範圍 像我們看到 大家看到像美國CDC也好 我們右上圖 他也是用季次人口比 轉化成顏色的深淺 那看出各地是怎麼樣 那 英國牛津大學我們在左上表這個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裡面 UAB 他裡面打的一百六十一 大家知道說那一百六十一就是 以色列打的一百二十幾 美國打的一百一十幾 這都是大家用所謂的季次人口比 來做一個呈現 他綜合表達的打第一劑跟第二劑的一個情況 那新聞 連BBC也有用這樣子 那CNN 紐約時報 日本獨賣新聞 相對的都有這些做表達 那以後我們還是會 所以沒有所謂說 沒有人用這樣子來做表達的 那以後我們公佈的數字 我們是一樣用人口涵蓋率 跟季次人口比 同時的來公佈跟大家來做報告 好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先到這裡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部長想請教 現在要購買BNT 定調是不會開新的專案 那國民島四個縣市要購買BNT 是不是就確定一定不可能 還是可以依循永齡的模式 那如果不開放新專案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冷鏈的空間不足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造冊施打的疫苗 都會有人出來說自己被漏掉 沒有被造冊到 那想請問指揮中心 未來還會再造冊嗎 還是會建議他們直接去網路上面登記 會比較快 有沒有預估說這一波18歲以上的預估 最快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謝謝 當然就是說我們現在是鼓勵到 大家都上網去做登記 因為醫院的登記 現在已經就是在 應該是已經到了18歲以下 對目前來講我們還沒有18歲以下的疫苗 之外 大家都可以來做醫院的登記 那這可能是最快速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在昨天就把這個 1922這個訊息 把這這一次負荷資格的都已經 都已經發了簡訊給他們 那這兩天的 這第二輪的 就我們指應該是 50歲的第9類到跟第10類的 那登記醫院 這應該指的就是說 113萬人指的是 願意打這個 想要打AZ疫苗或者打AZ或Moderna 都可以的人 那這就已經成功的 就是達到我們可以預約的人 總共113萬人 那完成預約的 有84萬 九千七百六十人 所以說已經完成預約登記 且收到通知簡訊者 請明天下午5點前完成預約登記 我們大概這一波 但是都可以再登記 只是會放在下一輪的一個施打的 一個對象 那我們會盡快 我們看這是預約的情況 那疫苗我們就盡快的再往下面人 這年齡開 現在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請你 請你 請你